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Battle Breaks啦 那上次基本上我們打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有其他的新角色 但是我們沒有讓他上場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讓他們上場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輕鬆的打敗我們恐怖的角色們喔 這邊我們已經有戰鬥者 然後鬼祭戰士跟劍鬥士 鬼祭戰士直接給他放上去應該是可以的 鬼祭戰士應該就是那個吧 叫強師吧喔 好 那我們這邊就有三隻角色 直接開別 然後上次基本上我們好不容易打贏這劍戰喔 真的是僵死了很久 那今天就來看一下水敲碎片 這塊我覺得挺有趣的 然後大家之前好像還有推薦我另外一款喔 就是也是我們這種貓戰士的塔房 然後是比較可愛的偏向那個 寵物部分的那個真的滿卡哇伊的 那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這邊我們先叫一下這個蓋牆屍 畢竟要先叫一定要先叫強貓出來嘛對不對 這合情又合理 竹牆 歐耶 他蓋了這個105的鐵牆喔 然後 竹牆之後的話呢 我們這邊150的時候 再叫一隻劍男 欸 等一下還有彈弓手 HOMG 這個彈弓手攻速也很快 完了 我覺得我們要被彈弓手弄爛了各位 哇 死定死定死定 快快快 劍客劍客 快 竹牆再竹再竹 我覺得現在目前來說是比較多這個竹牆哥耶 對不對 竹牆哥多一點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來一個三隻竹牆哥好了 因為我們這遊戲基本上它是有這個初級的這個 次數的 所以它就是會讓你就是 沒辦法一次出太多角色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就是 竹牆哥 竹多點 然後我們再用那個 再用我們這個劍客哥好不好 應該就可以 你看 竹了一堆牆 樂高牆 可以 所以你知道這世界啊 不管怎麼樣最強的都還是 牆貓這種類型的 這牆就是要竹啊 這竹牆之後就真的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然後我們這邊後面就多一點這個劍客 幫忙連砍 OMG 我的天 可以吧 完了完了 竹牆弓 竹牆中死的很慘 人生現在叫一隻竹牆弓了 哇 這蛋公仔真的是 蠻討厭的耶 我的天啊 哎唷 完了 我們好像 哇 死定 好像還是沒辦法這樣子耶 就你可能 我們開砲發射一下 忘記開砲啦 各位 果然還是得要開砲啊 開砲還是很重要的啊 各位 但竹牆弓好像就是 一開始下去那個時候對不對 他就會先幫忙就是那個 造牆 完了 但我覺得這個小隻 哇 這款其實我說真的比貓杖還要再 再 那個耶 再 再難一點點 難蠻多的耶 因為貓杖這可以一直出 但是他這個基本上就是 你要去衡量這個初級的條件 你不能隨便亂出 因為 你的這個費用啊 或者是我們東西 一些東西都會不夠 然後你這個強貓他就是 強貓的部分他就是 只有 第一開始出去的時候會築牆 哎呀 我的天啊 這個築牆 築牆弓確實好像有點尷尬 你看有沒有 他就會先這樣築牆 我想一下喔 就可能要一起出 先炸一下好了 炸爛他們 哇 然後牆的話好像也是 一定時間內就會 一定時間之後就會消失的樣子耶 那個牆 現在是不是先蓋 可以先蓋個房子啊 哎 這關塔很難耶 我的天啊 這個其實挺有趣的 你真的很喜歡貓戰的話 你可以來體驗一下這款 因為這款 這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他沒辦法就是 強貓就一個膽到底啊 他就是 可能你每一個該怎麼說 就是每一個叫出來的角色 你都要很 去思考就是你接下來要叫哪一隻或幹嘛 不然 很容易就爆開耶 築牆 我覺得鐵定一定要一直築牆的 築牆不足很麻煩 而且他這邊還有這個 弓箭手類型的角色 超麻煩 然後我們這邊先打爛 然後 好 喔 這邊有一個築牆了 然後後面叫一下 刀手 可以 然後後面我們又有築牆弓 反正築牆的話 基本上他是過來 他就會在這個最前面的地方 築一道牆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然後築牆之後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受保護 然後開一下砲 我覺得開砲很重要耶 鐵定要開砲一下 有有 築牆築牆 啊怎麼被築 啊有有有 築了築了築了 築牆弓駕到 喔 好險 我們第二隻築牆弓又來了 所以他只有一開始的時候會築牆 這超重要的 因為你以為他就是會一直築牆 那你就錯了好不好 他是築完牆之後他會攻擊 那你為了就是要 每一面牆都保護住的話 你就是要間隔一直叫這個築牆弓 不然 你就會很麻煩 好 我們現在 充滿十隻的這個角色了耶 然後我們這邊的劍客啊 大概就是比較厲害的輸出手 好 死掉了 死掉了 但我們後面又叫築牆弓來了 nice nice 可以可以可以 這款是真的 越玩越難耶 因為他要 他要就是他要 揣摩點跟那個 貓戰的那個東西又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這款應該明顯是 比貓戰還要難 就是角色沒辦法隨便亂出 除非到時候我們抽到一些就是 比較猛的那些角色吧 就算我們用了這個劍客 我們也沒到就是真的 那麼強耶 他應該那個啦 主牆應該是他一段時間會發動的這個技能 可以 哇 這弓箭手 邀了個咻好不好 好險 獲勝了 然後我們這邊應該有那個雪橇戰是不是 沒有耶 沒有 不給喔是不是 小氣巴拉鬼 小氣巴拉鬼來 室內 看一下 第五關 這什麼意思 大BOSS關喔 你看這個背景 我的媽呀 什麼意思 室內應該是全部都來對不對 最終 對對對 最終挑戰 真的耶 全部都來了 就是他的這個最終挑戰環節 唉唷 一直來一直來 好 我們現在先竹牆 砍劍 然後加一下我們這隻小隻的 然後有100塊就繼續 架竹牆 竹牆哥 一定要 再竹再竹 然後先伸點錢包 等他們第二批走過來的時候 開爆 等一下 等那個劍的過來 紅發布 好 開砲 然後這邊繼續往前進 然後這邊待會 完了完了 我覺得這個竹牆哥應該要掛掉 趕快再叫一隻竹牆哥 呃 砍劍的應該還行 我們這邊 好 然後 後面應該要再叫一隻劍哥 好 竹牆 然後劍哥 劍哥來一下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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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然後小兵 所以我們現在好像那個耶 人數還蠻優勢的 十隻都還活著 再叫一個強哥 強哥然後這邊100塊 剩下房子 我這玩起來是真的蠻嗨的 等下一隻竹牆哥過來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 再開戰 喔 還有這個劍哥 來 紅發布 可以可以可以 欸 我就是 看那個 貓砲很關鍵耶 我跟你講對面如果有貓砲的話 那我們也是完蛋的 好險對面沒貓砲 好歹跟咖哉啊 各位 好砍 再砍 兩刀 好 然後我們目前沒東西死掉 然後又主牆 喔 那是他的牆 那是他們的牆 呵呵呵 快快快் 不是啦 我為什麽我們 打完剛才那一關 他沒有給我們蛋弓手阿 對阿 為什麽他沒有給我們蛋弓手 這也是越玩越好玩耶 我其實真的還滿喜歡這類型的塔房 這我應該還是會去嘗試一下 就是觀眾跟我推的那款很可愛的那個 那個很可愛的真的是也是還滿不錯的 只是看不懂 rule don't make it 那個好像是 可以跟別人一起 就是 一起共鬥之類的 就是一起奮戰這樣 對阿 你看我們這邊 NPCS就不夠了 還是我們那個牆也算是那個阿 也算是我們的角色阿 對阿 看起來那個牆也算是我們的角色欸 什麼鬼 對阿 蓋這個牆也算是我們的角色欸 爛透了 哇 他們好像越來越多人了喔 哇 糟糕 喔 所以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已經一直都是滿狀態了 所以才沒辦法蓋牆 好像也不可能對不對 剩錢包 不是阿 我們剩這個錢包的這個部分 他也沒辦法再那個阿 再給我們更多的這個上限空間欸 紅巴拉布 開砲 對啊 他沒有給我們更多的這個 再往上的這個空間 所以不知道究竟是怎樣 一般來說不是應該 有房子 蓋了之後我們人數就會變多嗎 沒有欸 他就是只有十隻 永遠都是這個欸 貓戰最難磨制 初級條件十隻 OMG 最哈扣是不是 比貓戰可能都還要哈扣一點點 還是我們要再往上升更多才會 才會比較體驗得到 欸 他們人越來越多啦 哥 人越來越多啦 而且我基本上我在升的都是拿劍仔 有沒有看到 我都是升這個拿劍仔 我都很少升那個拳擊手了 開砲 可以 紅巴拉布 OMG OMG 可以喔可以喔 開扁開扁 連砍連砍 砍 啾啾啾啾 周期周期 喔唷 我現在只能就是希望他們 趕快勒扛 然後勒扛之後 我們就是趕快 那個砲再打下去 好不好 貓砲轟下去 一切都解圍 好險這沒有送 沒有那個時間限制你知道嗎 這很難欸 這如果你一個就是 出錯角色或幹嘛 你就全部功虧一虧 砍卡 連牆一起轟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吧 對 我發現主牆好像也算是 也算是一個NPCS 對 你有沒有看到 死了一隻之後這個牆才主了起來啊 太難了吧 而且這個就一定要開貓砲了 沒有開貓砲就完蛋了 好繼續 反正我們目前都沒有出角色的話 那個 蓋牆大師 他會一直崩旁幫我們蓋牆 因為那個也算是一個那個 NPCS 撐住撐住撐住 炮要來了 炮要來了 哇好像這個沒有炸得很好 完蛋 哇 阿啊 這機關怎麼 怎麼打這麼久 我的天 太難了喔 要了個咻 不知道欸 如果之後能看到裡面有這個 貓戰那種角色的話 我應該也會覺得蠻酷的 對啊我一直在往上升 但是以達上限 我們這邊初級的角色也沒有打上線欸 所以 所以我覺得應該 好像 好像會有點慘喔 我們現在 打不進去阿 各位 老哥 打不進去喔 完蛋了 這個炮發射的攻擊好像就很重要 不能隨便亂打 好像那個 竹強弓好像太多隻了喔 多一點這個劍克好了 竹強弓應該偏多 哇 沒有辦法一直出角色真的很不舒服欸 各位 初級條線十隻 喔 永遠的這個貓戰最難挑戰 是他們 而且 我怎麼感覺他 對面出的東西都原本還多啊 他們就一直來一直來欸 太扯了 砍爛 往前進一點點 開炮 喔 可以可以可以 現在一堆劍克難了 各位 一堆劍克難 我們砍就對了 發了風給他砍下去 不管了 給我 給我 給我開砍 砍起來 好像有喔 這樣好像就可以了喔 砍爛他們 我叫錯了 不該叫這麼多竹強弓 我要叫的應該就是我們這個 砍刀哥哥 大盜一砍 這才是 最實在的 砍爛 哇 快接近了快接近了 這一發這個 這一發炮要打的好一點點喔 砍 可以 他完蛋了 有 往前進了各位 nice 主強攻主強 再砍再砍 然後再組再組 已經不用我們那個 已經不用我們就是那個 拳擊了 扁爛扁爛 拜託 開扁 哇ㄟ 被射爛了 哇靠 可是我們這邊不是有八隻嗎 這都在後面是不是 好像是耶 完了完了完了 又倒退路了 哇 哇又倒退路 我傻眼 欸太難了吧 哇 尷尬一個耀屁的也太難了吧 我只能瘋狂的一隻 等那個砲塔了 那個砲塔轟的老喔 生活沒煩惱喔 那個砲塔只要轟的好 生活沒煩惱 哇太 太恐怖了 我覺得我們是少了一隻那個耶 我覺得我們是少了一隻那個蛋公仔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對面有蛋公仔在變一隻後面亂射啊 開砲 他們這遊戲的這個補角色補太快了 真的很難扁耶 補角色補太快了 快啊劍客哥 哎唷喂啊 只能靠你了 你看我們這邊 主牆的那個不見之後那個 那個後面那個弓箭哥一直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射 哎超難的啊 這一關 太難了吧 我們現在才打到他50滴耶 那個塔50滴 哇如果你們覺得貓戰的挑戰 滿足不了你們了 趕快這款遊戲可以玩一下 好不好 一定滿足得了你 太難了 不過重點是這些明顯就只是那個 一般的那種就是小狗仔敵人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他結果沒想到 這麼的麻煩 這個那個強的可能還是要顧一下 因為 這邊就是一個 因為我們一直往前進 去然後就 就被那個 蛋公仔射爛 哈哈 哈哈 大概就是那個 大概要2比1吧 兩隻劍客 然後就出一隻那個 就出一隻那個 蓋牆仔這樣 哦 感覺有機會囉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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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牆仔 慢慢把我們那個牆鋪出去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 慢慢鋪 主牆 死客 傻 太恐怖了吧 這個 怎麼要讓他蓋牆啊 因為我覺得我這邊把這個 NPCS一直弄掉 他好像也很難去蓋牆 你知道嗎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覺得 這感覺有比貓戰還難耶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是有耶 就是他要去 思考的部分好像更多了一點點 尤其是他這個 初級條件就只有10隻到底是 鬧怎樣的 有夠難扁耶 但是 真的 真的比較難一點點 完了完了 欸 主牆弓 是沒有主牆弓了 老哥 你們不蓋牆 要 要GG啦 完了 又被打回來了 哇靠 Oh my god 我的天啊 覺得是怎麼樣 這邊沒叫拳頭仔 他不爽是不是 不可能吧 好 等那隻劍的走過來 啊 紅巴拉布了 這感覺好像就是 我們不能就是 讓他一直就是 死亡然後就一直叫兵耶 因為他如果一直死亡一直叫兵 他就不會主牆了 對啊 就要讓他有那個主牆的空間 所以我們大概 叫到那個8NPS差不多 就不能再叫了 要不然他不會主牆 不會主牆好像就很難就是去那個 很難去就是 把路線衝起來 7隻這個時候就可以叫 不是啊 我怎麼感覺好像沒什麼差啊 開炮 好難喔 我的天啊 太難 這比包戰還難啊 真的 不是我剛剛已經有去我們那個商店那邊看了 他就是沒有給我這個 員工具射手 你們剛剛已經有發現了對不對 他沒給我啊 他真的沒給我 所以害我被那個 射手射到一個爛掉 我的天 我才破了100滴而已耶 因為每次都快要到達他們塔前了之後 然後就要開始在這邊僵持 來來來 他的刀客怎麼 什麼時候也變這麼多隻了 為什麼他可以有這麼多的刀客 傻爆眼了 而且他這個就是這遊戲他沒有像是 貓戰有什麼金寶或幹嘛的對不對 比較偏尷尬 救命啊 好我先努力繼續撐一下 待會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撐到塔前我們再來錄影片給大家看 不然拖太久的時間了我的天啊 好那大家看到我們這個畫面啊 我跟你講啊 經過剛剛就是說 我要先去試一下打一下 到現在對不對 已經經過了一個多小時了 我已經打到快要失智了 你們知道嗎 那不想說我們打的鞋帶 已經變成到這個650了 但是我覺得 這款遊戲基本上 他真的還滿難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邊這個主牆的這個主牆啊 他也算是我們裡面一個單位 所以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單位最高上限就是10隻 有夠難扁的 然後在我們被講話的這段期間 我們馬上又基本上又被回打了 真的是超級無敵誇張的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 有點蹊跷好不好 這一關的話 搞不好真的不是這樣子打 又是 有可能就是我們有一些東西 沒有就是去開通或幹嘛的 因為 目前來說 只有10隻的這個上限真的是 超級無敵難的耶 我覺得確實有比貓戰還要難 很誇張 我們這邊就是 就是沒辦法一直出擊 那其實之前的話 基本上有掌握到一些小節奏 所以我們這邊是 可以就是比較好的就是 把這些敵人打到這邊 就是剩下 650滴血 但是 整體來說我覺得真的 還算是比較難纏一點點 尤其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角色就有3隻 然後再來就是對面有那個 那個什麼 遠攻的距離的那隻 頭彈手 然後我們把他炸死之後 他們馬上又一螺框的這樣補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牆啊 放一個牆等於是我們一個就是那個單位 所以我們這邊 有個白癡的 我們根本就 沒有那麼多的單位可以往前進 你知道嗎 所以 我們就可以 只能瘋狂的一直用這個砲來這邊打 所以 大家如果有玩這款遊戲的話呢 欸 你們是用什麼方法來通關這個關卡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 我打了一個小時 我快要變弱智啦